受惠利級大家好 疫情之中我都盡量少出街 多數都是在家拍片、剪片、吃東西 於是零食就不少了 有朋友說既然是這樣 為何你不嘗試介紹泰國的七十一 裡面有很多好東西吃 對呀,既然是這樣 由今天開始 我們就七出泰國 七出泰國又來了 今天選擇了Icon試飲的七十一 之前來過的 今次翻桌 裡面也有不少新貨 舉例有新貨上市 就是這一罐飲品 聲稱來自日本的梅 日本梅的梳打 這樣會是甚麼味道呢 會不會是梅味呢 會不會是做梅這樣做呢 這個罐讓我想起 之前醒醒出的梳打水 但不是醒醒出的 很有日本梅子酒的味道 但沒有酒精 那個梳打成份都挺濃郁的 OK,好了 真的不要習慣我越來越便宜 這次真的是便宜 有史以來是最便宜的一次 就是甚麼呢 因為七出十一以往 就買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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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吃 現在 一二三四五五樣東西 價錢越來越便宜 這一餐呢 一百二十幾匹 沒錯,一百二十幾匹 一百二十幾匹 但都可以,好東西吃 舉例又是漢堡 CP漢堡 這個CP的雞胸漢堡 還要加了這個尖嬌的汁 甚麼叫尖嬌,是泰文 尖嬌的意思呢 就是一些東北的燒烤 通常會加這支汁 甜甜酸酸辣辣,差不多 以照例又被它叮叮叮熱了 接著就吃了 這個就是 雞胸漢堡加了尖嬌的汁 有些泰國的朋友 跟我說尖嬌的汁相當正 燒烤點一些雞肉的豬肉 好吃的不得了 我都承認的,都OK 但如果變成漢堡包的醬料 就更加 Amazing 嗯,OK的 這個也是CP的產品 講過很多很多次 泰國71是屬於CP公司的 所以經常有特別的食物在裏面供應 嗯 這個漢堡之前沒見過的 第一次見 麥當勞那些是沒得比的 這個就是東北和泰國的風味 跟平時吃的麥當當不同 最重要是雞胸肉 我最喜歡的雞胸肉 那個醬汁呢 真的沒想到原來 我來加上漢堡包去吃 都沒有這個違和感 很尷尬的 咦 聽到一些聲音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有內夾冷的歌 沒錯,這條片拍的時候 正是內夾糖水燈節之前 那商場裏面 現在已經有燙水燈節的風情 這個醬汁OK,做漢堡果然是衝擊的感覺 吃完漢堡接著又吃飛碟,江湖傳聞說 香港現在竟然有飛碟買,究竟是七十一人一買 有些網購對泰國人買飛碟問到香港,真不知道 但這個飛碟呢 大家見到,估計是你未吃過的 不應該這樣吃,是應該這樣 整天都不記得 這樣吃就不會整得到對手 這個是什麼飛碟呢? 原來正是這個士多啤梨芝士醬的飛碟 甜甜的,幾惹的味道 真是有士多啤梨醬的 吃完鹹當然要吃甜 今次在這間店裡見到的美食小食 其實跟之前見到的那間也是有些不同的 每次吃成就要是,這間又不是旗艦店 但又叫大店,怎樣都大個家就是那間 所以賣的食品總有些不同 叫另一塊,待會再吃 好,接著又是漢堡 漢堡,沒錯 漢堡味的小老闆紫菜 小老闆紫菜出漢堡味的紫菜 是不是很奇怪 這叫smoke burger 即是煙漢堡味道 我們要先喝一口梅汁 應該是講梅的梳打水 好了,這個smoke burger 小老闆紫菜的造型賣相其實沒有特別 都是紫菜兩條 但吃過了 真的,有點不太多 但這個味道就有 但這個味道就有 但也有脆 跟一般吃的紫菜味道很不同 也有脆 跟一般吃的紫菜味道很不同 因為吃不了漢堡的味道 煙的味道其實是挺濃烈的 都吃了一次 好了 接著就吃甜品了 甜品是一個蛋撻 但不是一般的蛋撻 是一個海湯 海湯的意思是什麼 所謂的金絲 泰國有一些甜品叫海湯 就是用一些蛋絲做到橙色 接著就在一些糕上面 就是這個所謂的海湯 竟然將海湯加到蛋撻上面 這個真是偉大發明 這個海湯的蛋撻 挺香 它就是酥皮 不是菊奇皮 有些廣籍蛋撻的味道 但又加了派出甜品的元素 都OK 整件堆撻都OK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這個炭 剛才說過 代價是一百二十幾匹 一百一百二十幾匹 飽不飽呢 都飽飽的 實際上是飽的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氣氛 因為內閘痛的氣氛 很有泰國的節日標 不過當然只限於十九號之前 因為十九號 現在你看片已經過了 十九號是一個 水燈節 水燈節前都會這樣 但當過了十九號就不會了 接著就是蒸高飆 聖誕節氣氛 好 看到這為止 今集七出泰國又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